小雪儿 你有完没完啊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啊 小雪儿 你凭什么打我 小雪儿 够了 大一二零 大一二零 你说我真出了什么事 你可得给浩天当律师 别忘了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暂时 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 大夫 你不是说她是植物人吗 还能抗复吗 这种情况很难抗复呢 那后你就关外人呆在这个房间 你还不信仰 小雪儿的万年船呢 好 那我们就试验一下 不行 我看了眼睛有犯触 那你也逃不了 我可提醒你 拿着东西犯事了 分分钟能找到你 远程监听 同步录音 明天 这些 就是他们婚姻诈骗的罪证 我不知道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能提出这么过分的主张 除非我有证据 能够证明宋浩天 存在婚姻诈骗行为 下面 我就来播放这段录音 但是我们已经不证据了 我们就把握手 我们就把握手 把握手 我们就把握手 然后把握手 似乎 我 eigenlijk 把握手 我都已经不会 你还不说 你还不说 你可得给浩天当律师 别忘了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别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暂时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 大夫 你不是说到底植物人吗 还能康复吗 这种情况很难康复了 然后你就关外人呆在这个房间 你还不信仰 小鲜驶的万年船 好 那我们就试验一下 不行 我看了眼睛有犯触 那你也逃不了 战雪 你早就知道总裁跟你掉过枪有仇 是不是 这次确实是我背景调查 做得不到位 你故意的 你给我等着枪 我要把你从我身上夺走 一切都夺回来 以后你再也不用敢 正确而开点色 连墙都懒得藏了 既然到这步了 我就好散 走着藏 所以那四百万 从从到尾都是你在骗我 那本来就是我的钱 我妈在抢救室 我就用你帮帮我 你妈当时生病住院 也是我一直在照顾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相守一生的好人 搞住你的秉鲍啊 还能参加魂力呢 嘿嘿嘿 你认错人了 我不行你 我认错谁 都不可能认错你了 这个秘密啊 你得不忽然 你没想到你就对我 我的家底都被你掏空了 我现在一无所有 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都没好好了解过我 把我逼急了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等不到老金了 女士 一定要镇定 要三思而后行 老金死了 我怀疑我妈的死 是非自然死 什么 我需要你帮我 你来干嘛 你怎么进入我家 杀人凶事 雪儿母亲就是你害死 我这死 一切事 都告诉我 我可提醒你 拿着东西犯事了 分分钟能找到你 远程监听 同步录音 明天 这些 就是他们婚姻诈骗的罪证 嗯 我不知道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能提出这么过分的主张 除非我有证据 能够证明宋浩天存在婚姻诈骗行为 下面 我就来播放这段录音 就让你拒绝 你可得给浩天当律师 别忘了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别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暂时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 大夫 你不是说都是植物人吗 还能抗复吗 这种情况很难抗复呢 然后你就关外人呆在这个房间 你还不信仰 小心使得万年船 好 那我们就试验一下 不行 你看看已经有犯处了 那你也逃不了 郑雪阳 你早就知道总裁跟你掉过枪有仇是不是 这次确实是我背景调查 做得不到位 你故意的 你给我等着枪 我要把你从我身上夺走一切都夺回来 以后你再也不用敢正选而开脸色了 连藏都懒得藏啊 既然到这步了 我就要赞 走就走 所以那四百万 从从到尾都是你在骗我 那本来就是我的钱 我妈在讲究室 我就用你帮帮我 你妈 你妈当时生病住院 也是我一直在照顾 你妈当时生病住院 我希望啊 你能找到一个相守一生的好人 搞住你的禀号啊 还能参加婚礼呢 我妈 哈哈哈